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奇異果班的王又琴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美女与野兽 从前从前有一个三人 她的老婆已经是翘翘了 所以她有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都很漂亮 最小的女儿是独角贝尔 贝尔爸爸有一天遇到海洋风爸爸 贝尔爸爸的船吞落了 只剩一艘船回来 贝尔爸爸要去床上礼物 他问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要什么礼物呢 儿子都说要武器 一枝马 姐姐的所有珠宝的裙子 贝尔只要一朵玫瑰花 贝尔爸爸就开始走了 没有领到莫欠别人很多钱 回来的路上遇到暴风雨 突然她看到前面有一座城堡 她进去了之后 她站在原地说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都没有人理她 她看到桌上有食物 她就先吃了 吃完她 走上楼打 她第一扇门就开始睡觉了 她起来的时候 她看到有人已经帮她准备好衣服了 她走下来早餐已做好了 她出去的时候 她看到一片玫瑰园 她突然想到贝尔她要一朵玫瑰花 她又摘了一朵 后面突然有一个吼叫声 野兽出现了 野兽说 你呜呜呜呜了我热情的好 可你也必须死 除非你叫了你的一个女儿 我永远陪在这个宫殿 贝尔爸爸 于是贝尔就来了 野兽就像 贝尔每天睡觉 都梦到一个王子跟她求婚 野兽就像对待公主一样 到最后贝尔想回家 野兽就带了戒指跟剑子 戒指跟看到城堡里发生的事情 戒指跟让我们立刻回到城堡 贝尔就回去家里了 两个姐姐都想让贝尔多留天 可是姐姐怕 贝尔会 野兽会把贝尔吃掉 贝尔看了剑子 野兽就已经快死了 贝尔立刻让剑子返回到城堡 之后 野兽变成贝尔梦中的丸子 谢谢大家我的公司奖 太棒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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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